网友在社群号召睡莫送暖 网络呼吁小额捐款 物资募集 以及实时制作与分发 一早在仁安基金会平安站 大家七手八脚 忙进忙出 将手中一包包挂包 从制作到分装 从彼此陌生到合作无间 更有政治人物 资深媒体能响应爱心活动参与 让寒流来袭此刻 却显得温暖 大家都看到这个讯息 然后就决定说 那今天来当志工 然后并且来呼吁大家说 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的时候 能够捐点钱这样子 我觉得说自己靠这个双手 亲手包 然后包完之后 你会觉得说 这个满满的料 让他们能够吃得饱 其实这个是一种实践 其实今天是因为 我们听说仁安这边 最近有一些募款上面的一些困难 那我们几个好朋友就想说 那我们不如 透过自己的行动 我们一起来呼吁大家 给他们更多的支持 更多的温暖 平安站常态缺乏基本物资 尤其疫情发生之后 民众口袋紧缩 无论是捐物资 捐款都大幅缩水 对社福而言 无疑是雪上加霜 那民众各界 是希望能够看到我们的专业 让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 能够去算得清楚 去明白说我们这些个案的需求 然后我们来针对这些需求来补足 参与的志工当中 出现熟悉的面孔 有企业主管带领同事一起参与 在企业社会责任上 取之社会 回馈社会 疫情影响之下 更显得难能可贵 其实我们在去年就已经有参加 同样这个活动 那我们就是公司就觉得说 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也就只是 尽我们一点小小的心力 然后就可以帮助到这些 需要帮助的人这样 再过两周就要过年 许多清寒家庭 贫困长者 韩式皆有 都在烦恼着春节期间怎么过 人安基金会呼吁民众 请大家发挥人机几机 人力紧逆精神 在有限的资源下 支持社会角落 更别小看这一份力量 却是传递温暖 脱离贫困 最棒的支持 韩式吃饱三食 邀请来支持 一股暖流报道